锤心最强的开挂小能手开心锤锤 无所不能品歌 狗熊灵里一片天强歌 三大强者齐聚 究竟谁才是最强形态之王 本期脑洞来自这位小伙伴 话不多说 咱们先从形态来看 锤锤有天下第一强者形态 帝皇铠甲形态 武士形态 龙珠悟空形态 开心超人形态 最强的服务器之主形态 小品不甘示弱也有凹通曼形态 唐三佛怒莲花形态 教主形态 黑魔法形态 和平使者形态 铠甲勇士形态 而我们的无敌强歌 作为狗熊灵里的一片天 早在野生光头强出现时期 就已经制服了贝利亚和赛文奥特曼 无敌的形态则有超级赛亚人形态 无限体力形态 黑锅侠形态 双聚巨人形态 钢铁铠甲形态 更有离谱的天庭大总管形态 单从形态方面来看 强歌玩歪第S 但是锤锤作为锤心最强的开挂小能手 不仅凭借自己的能力 研发出了最强幻术灵魂升天 成为了锤心新一代天才忍者 而且还能和初代奥特曼 共同使用斯派修姆光线 更加离谱的是 进化能力超强的锤锤仔 锤心已经接近到了 全知全能的状态 以至于锤心都无法容纳他 所以他只能到宇宙中探索奥秘 而无所不能的小品 竟然可以随便穿越时空裂缝 到达不一样的平行时空生活 并且还能使用时间转移装置 将自己的时间任意 转移到其他时空的小品身上 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 看完这些小伙伴们 肯定觉得锤锤和小品两人的实力 都是无敌的存在 光头墙怎么能比得过呢 其实光头墙的实力 放在现实世界是最无敌的存在 就算在全世界估计 也找不出第二位能来和他PK 身高只有一米二的光头墙 居然能将实力 在自己几百倍之上的 熊大熊二两只成年棕熊打扮 由此可见 他的身体技能强到无敌 而且强哥的创造力 和发明技术更是强大 研发的黑锅侠召唤器 发射霉智金石能量 就能轻松召唤出黑锅侠形态 凭借这项最先进的科技系统 强哥最强王者实至名归 所以综合来看 光头墙更胜一筹 感谢收看 我是奥特叔叔 下期见